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希望大家一起去领钱 然后企图瘫瘫香港金融 但与此同时呢 今天我们也从香港的报纸摊上面 我们观察到了一件消息 就是说今天呢 有三份报纸的头版的广告 是都充斥着同一个人 他所播的这个广告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份好了 东方日报呢 它写说反对暴力行为 维护社会秩序 最后一行写到恢复理性讨论 那这个是由银科拓展集团所署名的 那这个集团呢 根据我们的了解 它其实就是香港首富李嘉诚的儿子 他旗下的集团 那果不如其然 其实香港首富李嘉诚 他自己也刊登了报纸哦 在今天的信版的头版广告上面呢 他就写说 正如我之前所讲过的 皇台之瓜 何堪在斋 然后呢 他的左下角就署名了一个香港市民李嘉诚 那除了信报之外呢 在这一份也就是这个新岛日报呢 它这边呢 也是刊登了一份全版的头碗头广告 上面写说 最好的音音可能会成最坏的果 那上面还写了一个大大的圈 然后写 禁止暴力 那旁边也有写 爱中国 爱香港 爱自己 爱自由 爱包容 爱法治 那下面同样也是写到一个香港市民李嘉诚 那这是今天呢 对于全体的港民来说呢 比较特别的一个部分 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 香港首部李嘉诚 他上一次看待有关于所谓的黄嘎言论的时候 已经是2016年的事情了 然而在事隔三年之后呢 他又看到了类似的言论 而且刚刚好就选在这个礼拜五 是不是也预言者在这个周末 会有更大一波的示威行动呢 其实我们首兵也收到了一个消息 就是8月18号的时候 香港的民政他们会发起更近一波的示威行动 将会是在下午的三点半 那一样号召非常多人民走上街头 那与此同时 香港的警方也已经收到了消息说 这个他们这一周末呢 非常有可能会出动水炮车 来驱离这个相关的民众 假设说如果在这一波的这个罪雷弹 没有办法完全驱离的话 他们将会出动水炮车 所以是不是也预言着这个周末 香港的情势将会越演越练呢 或许也只能邀请您跟我们一起 继续看下去了 以上就是我跟我的摄影记者拍电话 在香港为您掌握到的最近消息 时间发给台北